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朋友的聚会 朋友问我 你和季田都好五年了 准备啥时候请我们喝喜酒 我 浇杯酒 浇杯酒 我话都还没说出口 便被前面的启哄声盖住了 所有人都朝着那个方向看去 吧台前面 季田玩游戏输了 要跟身边的人喝浇杯酒 而他身边 做得恰好是他的男闺蜜 宋妍 宋妍看到 我正看向他们 故意茶里茶气地说道 不要瞎起哄 甜甜的男朋友顾陪在呢 这种事情让他来 他指了指我 眼神里却充满了挑衅意味 话落 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而我像个旁观者 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聚会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过了半晌 还是没人说话 我淡定拿起桌上的红酒 缓缓走到二人身边 饶有欣慰地看了眼季田和宋妍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给两人的红酒杯里 再添了点酒 继续继续 酒已经给你们倒上了 不要坏了气氛 季田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咬着牙皱眉瞪我 但我没理会他的眼神 从前的我是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我只会假装上厕所尿盾 等他们都结束了 我再回来 假装一切都没发生 所以今天我做出这种举动 是季田没猜到的 顾陪大气 我就想要这样的男朋友 一个游戏而已嘛 季田 快 交杯酒 交杯酒 坐在季田身边的闺蜜起哄荡 气氛都烘托到这了 季田只能收敛起铁青的脸色 假装大方帝端起酒杯地给送颜 快点 我一个女生都不在意 你扭捏个啥 宋颜也没客气 得意地看了我一眼后 就跟季田喝起了交杯酒 两人喝酒的间隙 我走出了包房 先回了家 回到家 季田大声责问我 今天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我没理会 这一次 是我先开始的冷战 我和季田的五年的感情中 因为爱的卑微 所以我一直处于被牵着鼻子走的那一方 从前因为爱我喜欢他也愿意被他牵着走 但是失望攒够了就不会再爱了 我们的冷战持续了半个月 昨天我收到了他发来的餐厅预定信息 我能感觉到这是他想要跟我缓和关系 跟我台阶下 以往这种事情都是我来做的 我们吵架 冷战 都是我主动破冰 订餐厅 订蛋糕 买花 他也会在我求和后哄我一下 我感恩戴德 忘记之前的不开心 恢复以往对他的热情 这些年 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 有时候我也会吐槽自己 是舔狗 但是对象是季田的话 我愿意舔一辈子 我像是他把玩的风筝 控制住我的线 牢牢地我在他手里 而我 甘之如鱼 可是 当我看见他发来的订餐消息时 我却没了往日的欣喜 今天是我们恋爱五周年纪念日 往年的我 早就做好一切准备 迫不及待地期待晚上 他看到惊喜时的反应 但今年 我竟然把纪念日忘得一干二净 他能主动想起来 并且还订了餐厅 这是我没想到 昨天上班时 收到他发来的消息 我才惊觉 原来我的生日到了 我回复他 好 明天晚上餐厅见 暗面手机 我继续忙工作 而没有像以往那样 因为他的事好 而暗自甜蜜好久 下班后 我先到了预定的餐厅 预定时间的七点 我带着礼物六点半就到了 等到八点时 季田还没来 我给他打电话 没人接 发消息也没回 九点半时 服务员提醒我要不要上餐 说是十点半要打样了 我点了点头 一个人卖悠悠吃完了牛排 喝了点红酒 到了十点半 我走出了餐厅 回家的路上 我在想 他或许是工作太忙了 没时间过来 直到深夜 他都没回来 偌大的房子 只有我孤零零地坐在客厅沙发上 我把准备好的礼物丢在地毯上 自嘲一笑 季田回来的时候 天已经蒙蒙亮了 经过客厅时 我闻到了他身上宋颜平时喷的香水味道 看来是跟宋颜在一起 或许是心虚 他迎面撞上我的时候 眼神朵朵闪闪 被吓得一哆嗦 你怎么不开灯 吓死人了 我没有说话 静静地望着他 他似乎被我盯得不舒服 主动解释道 下班了 我原本是要去餐厅的 但是临时接到宋颜的电话 他说 有个老板要带我认识认识 你也知道 现在做销售不容易 所以我就去了 忘记跟你说 一切都是为了工作 你应该不介意的吧 听他解释完 我的内心一片平静 我没有愤怒 也没有委屈和伤心 反而有一种 早就猜到谜底的成就感 看吧 我就知道 他每一次失约 都是因为宋颜 奇怪的是 这一次 我一点也不难过了 回来了 就洗洗睡吧 说完我就进了房间 等祭田洗漱完时 我已经躺在床上 假装睡着了 顾培 祭田轻轻唤了我一声 手搭在我的背上 他似乎还有话要说 但是 见我背对着 他一动不动 以为我真的睡着了 便没再说话 我也很疑惑 他今天的反应很不正常 若是放在从前 他这个点还没回来 我早就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了 然后把全屋的灯打开 愤怒地坐在客厅沙发上 等他回来 大声质问 争吵 他不是应该开心吗 毕竟以前每次我那样难过 甚至歇斯底里的时候 他都在一旁冷冷地看着 满脸的不耐烦的嫌弃 心情好的时候会解释一下 他和宋妍只是好朋友 男闺蜜 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会甩锅给我 说我不够大肚 小心眼 没有格局 现在 我终于想开了 也放下了 他却突然一反常态了 第二天 我刚起床 就发现 季田已经做好早餐 在餐椅上等着我了 看着他殷勤的目光 我假装要迟到了 抓起桌上的三明治 就往门外走 季田似乎想说点什么 但是被我拒绝了 一整天 我都沉浸在工作中 时间倒也过得快 下班后 我在外面吃了饭才回家 一进门 季田正坐在沙发上 今天怎么这么早 我边换鞋边问他 没加班 他说 哦 我点了点头 将手提包放好 准备去书房 顾培 季田叫住了我 你给我买的纪念日礼物 我看见了 很喜欢 我其实也给你买了 谢谢 我接过他手里的礼盒 打开一看 是一条领带 我很喜欢 明天就带他 我朝他笑笑 转身就要进书房 季田突然拉住了我的手 昨天 对不起 我失约了 他继续解释道 我本来一下班就要过来的 电视送言给我介绍的这个客户 真的很重要 我也是想着我们多挣点钱 我相信你 我打断他 是我也会做跟你一样的选择的 我还有工作没做完 先去加班了 顾培 他还是没放手 我不解的看着他 我还没吃饭 不如我们一起 哦 我以为你加班 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你要不点个外卖吧 说完我就睁开了他的手 转身走进书房 坐下刚打开电脑 我就听见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大概是季田生气出去了 毕竟他送了礼物给我 主动解释了昨晚的试约原因 台阶给的足足的了 我竟然没有顺势而下 确实有点给脸不要脸了 但是 谁说给台阶 就一定要下呢 难道我要像从前一样 他生气了 我就绞尽脑汁 想方设法的去哄他开心吗 答案显而易见 我不会了 我和季田的冷战又开始了 这次我们谁都没有主动求和 晚上 他睡客卧 我睡主卧 难得的清静 再也不用早起给他做早餐 上班时也不会再想起季田 也没有心思给他发消息 工作效率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从前下班就想着赶紧回家 给季田做饭 现在已经懒得回去了 不想再管他 他爱吃不吃 不再围着季田转 我发现自己多抽出了大把的时间 以前真的是恋爱脑上头 所有心思都放在季田身上 以至于毕业这么几年了 还是个小员工 整日浑浑噩噩 没有方向 不过现在想通了 心不在你身上的女人 不要也罢 到现在 这个愿望都没实现 对于以前的我来说 人生的重点 就是围着季田转 我甚至想着 跟季田结婚 拥有一孩子 照顾好我们的小家庭 对我来说就是幸福 是我向往的生活 现在 幡然醒悟后 我才发觉 自己挺失败的 感情上一味付出 却并没有得到对等的回应 对方甚至连婚姻的承诺 都不愿意给 工作上一塌糊涂 毫无长进 是时候改变自己了 刚好 领导这次新给了个项目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 能推就推 这一次 我主动懒了下来 听说这次做得好 我有希望成为储备干部 每天下班后 我在外面随便吃点饭 回家后就钻进书房 开始学习 一直学到睡觉 这几天 季田可能还在赌气 每天都回来很晚 这样正好 家里清静 方便我学习 这天 我破天荒 看见季田发了朋友圈 是一组九宫阁照片 跟朋友聚会的 正中间最显眼的 是他和宋颜 亲密搂在一起的照片 两人在满天的烟花下相拥 宛如一对热恋中小情侣 看得出来 这是季田故意发出来气我的 想要我吃醋 生气 大声去质问他 可是 我再也没有那种 气氛嫉妒的感觉了 也不会立马拿起电话 愤怒地质问他了 我看了一眼后 还漫不经心地点了个赞 就没再关注了 下午下班 季田破天荒地来到公司接我 刚走出公司大楼 我就听到一阵喇叭声 抬头一看 竟然是季田 副驾驶坐上坐着宋颜 刚走到车边 宋颜就冲我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顾培 我今天跟季田一起谈了个客户 他顺道就送我回家了 嗯 我点点头 打开后车门 坐了进去 只要是宋颜坐这辆车 我就从来没坐过副驾 喂 这是我不止吵过一次 但季田摆明了偏向宋颜 我也无可奈何 他每次都说宋颜晕车 只是坐在前面而已 我为什么非要为这样的小事 斤斤计较 我说 副驾驶我作为他对象的专属位 他就耻笑我矫情 在这件事上 我从来没赢过宋颜 但每发生一次 我就要郁闷一次 不过现在 我完全没有计较的心思了 之前是在意几天 现在不在意了 无论他如何挑衅 也提不起我的任何情绪 宋颜远以为 我会跟之前一样 跟暗自较劲 但是见我没有理他 只能幸幸然地 转头跟季田聊天 我在他两个的聊天中睡着了 再次醒来 车子已经停在小区楼底下好久了 副驾上的宋颜 也早就不见了身影 到家了 怎么不喊醒我 我坐起来 打开车门 季田跟在我身后 一言不发 进了家门口 我静止朝卧室走去 最近很累吗 季田在我身后开口问道 我没想到 他会突然这么一问 转头错愕地望着他 刚刚看你 都在车上睡着了 我们聊天都没有打扰到你 他继续补充问道 嗯 是有点最近接了个项目 我不想再跟他多说话 转身就进房间 继续做项目标书 今天还是那个 上次那个客户 单子有希望了 所以宋妍来找我 帮我一起跟进一下 他的车送去保养了 所以我就顺路送他回家 季田开口 跟我解释 今天为什么要再宋妍 我突然觉得好笑 从前我为了宋妍的事情 经常吃醋 跟他吵架 闹别扭冷战 他从来都是觉得 我在无理取闹 他从来不屑于解释的 现在我不介意了 他反倒开始主动起来了 嗯 我理解的 我点点头 朝卫生间走去 原本要提前跟你说一什么的 但是后来忙着忙着 就搞忘记了 他接着要给我解释 我知道了 没事 能理解 我先去洗澡了 晚上还要继续加班呢 说着 我就进了卫生间 进了卫生间后 我整个人都轻松很多 好像不知不觉中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 想要避开祭天 可能是因为 真的不爱了吧 我故意在卫生间磨蹭了半天 等我洗完早出来的时候 祭天已经不在客厅了 看见客厅没人 我好像松了一口气 祭天或许也是感受到了我的态度 一整晚没再来打扰过我 第二天 为了避免尴尬 我特意早起了半个小时 公司很重视这次的项目 于是把另一个组的人 也喊了过来 最近聊熟悉后才知道 这个组里代理组长 跟他们是校友 叫林林 小我们三界的学妹 经过这段时间的合作 我发现林林工作认真负责 生活里像小太阳 身上充满干净 别看年龄比我们小 但是她的知识储备 比我们要多得多 合作的这段时间里 我总是向她虚心请教问题 她也毫不吝啬 大大方方地教我和我的组员们 最巧的是 我们回家是一条路上的 所以最近我总是是不时的 会蹭一下林林的顺风车 刚坐上车 我就接到了季田的电话 下班了吗 我现在来接你 她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悦 但我没在意 不用了 蹭同事的顺风车就回来了 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 回到家 她坐在沙发上 一言不发地盯着我 我没理会她 静止地朝书房走去 我今天去接你下班 看到你上了一个女人的车 你怎么没告诉我 你同事是女生呀 季田出声质问我 你说林林吗 她家就在我们附近 最近我们一起合作项目 下班了 她就顺道给送回家了 我淡淡地跟她解释道 以后 还是我送你吧 你们年轻男女 每天一起上班 其他同事会说闲话的 没人说闲话 公司同事都知道的 我和林林只是普通同事 你突然这么疑神疑鬼 不觉得难堪吗 这似曾相识的一番话 让季田愣在原地 不知该做何反应 真是风水轮流转 先前刺在我身上的回旋镖 扎在她身上 季田才会觉得疼 还有要问的吗 没有我就不要继续加班了 季田张了张嘴 还想要再说点什么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见状我静止走进了书房 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季田竟然意外地给我发了消息 是她今天中午的午饭 公司楼下新开的青石店 看着色香味俱全的 还不错吧 我没回复 她接着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呀 我搞不懂 季田这是在跟我分享她的生活吗 以前 这都是我做的事 我上滑我们的聊天记录 大片的文字 都是我在单方面输出 因为喜欢季田 所以无时无刻都在跟她分享日常 路上看到一只可爱的猫咪 喝到一杯好喝的饮料 被领导表扬或批评了 走路时摔了一跤 发现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 这样生活中的各种小事 我都喜欢跟她分享 刚谈恋爱时 我们是有来有回的 慢慢的 就变成了 我发了一大堆消息 她就只回复最后一条 通常就两三个字 我知道 很多我热情分享的内容 她可能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我从一开始的失落 到后来的习以为常 谁让我喜欢她呢 谁让我爱得卑微呢 终于 我分享的热情熄灭了 我失去了给她发消息的欲望 看了看最近的聊天记录 我发现 一个星期 我没有主动给她发一条信息 公司的项目小有成效 领导高兴请我们吃饭 从前 这样的聚会 我是能推就推 想着季田一个人在家里 我要去陪她 但现在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跟领导多接触下 于是跟着大火爽快地 答应下来 快下班的时候 季田打电话过来 顾培 你下班了吗 我在你们公司楼下 我们一起去买菜 回家做饭吧 你先回去吧 我们公司今天组织聚餐 要晚点回家 可不可以 这次是领导请吃饭 为了以后工作发展 我不能不去 我相信你应该能理解的吧 我打断 我打断季田想要说的话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季田只能灰溜溜地回去了 九点半的时候 我接到了季田的电话 顾培 你们要结束了吗 我在你们聚餐餐厅的门口 要结束的话 我来接你 她温柔的声音 从电话那边传来 应该快了 是跟着我们来聚餐这里了吗 对 我想着你跟领导吃饭 应该会喝酒 你酒量不行 我担心你就跟着过来了 很难想象 这是季田嘴里说出来的话 从前的她 可是从来不会说这样子的话 即使在我以为 我们最相爱的那几年 不用了 我等一下打个车就回去了 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 先回 没事 我等你 不等我说完 她就挂断电话 聚餐结束的时候 已经快十二点了 一出大门 季田就上前来搀扶住我 被我拦下了 因为今天我几乎 没怎么喝酒 整个人都很清醒 季田健壮也没说什么 我们一前一后 走到车的位置 她走进驾驶位上坐好 我走到后座 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见我坐到了后座 她皱着眉 一脸不开心 我没说话 静静地坐着 过了好久 转身看向我 顾陪 对不起 我才知道 等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以前让你等太多次了 以后不会了 没事 我已经不在意 听到我的话 季田瞳孔微缩了一下 顾陪 回家吧 很晚了 我打断她的话 就这样 我们相顾无言地回到家 进了家门 我刚准备走进卫生间 季田突然打破沉默 顾陪 我发现你最近变了 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 我愣了下 直接承认 是的 季田 我觉得我们俩的感情出现问题了 是该好好谈谈了 见我这么坦白 季田反而慌了 他急忙说道 顾陪 你今天估计是喝多了 早点睡吧 有什么事情 我们明天再说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惶恐 我叹了口气 行吧 那我先回房间了 早上 我刚准备出门 就看见拿着行李箱的季田 季田见到我 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 顾陪 我觉得 你最近应该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我这几天去我朋友那里住吧 我们都彼此冷静冷静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也行 我最近工作应该会很忙 你去和朋友住挺好的 现在的季田 在我看来 就是逃避问题 但是他不愿意面对 我也强求不了 季田走后 我竟然有一种 就久违的松弛感 不用再尴尬地 待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自在许多 季田走后的第五天 宋妍把我堵在家门口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狠狠地给了我一拳 人渣 你就是这样 对甜甜的吗 说完又是一拳 反应过来的 我也不甘示弱地回击 片刻后 我俩脸上都挂了彩 宋恶狠狠地瞪着我 你到底对甜甜做了什么 他这几天 在我这里查不思饭不想的 整日以泪洗面 你要不想保护他 交给我来 真是可笑 终于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了 是吗 宋妍 你在胡说什么 这是我和顾培之间的事情 你不要插手 匆匆赶来的季田 责备宋妍 甜甜 你这样我 我真的很心疼 宋妍一脸痴情地 看向季田 我全程没说话 像个看客一样站在一旁 季田走到我身边 给我道歉 顾培对不起 我不知道宋妍她会过来 你所说的朋友家 是宋妍家是吗 我冷漠地看着她 季田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声音颤颤巍巍 因为宋妍家离公司近 所以我深吸一口气 不想再让季田继续逃避 季田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季田的脸 瞬间变得惨白 整个人摇摇晃晃地 就要倒下去 宋妍见状 赶忙上前扶住季田 转头又开始责备我 顾培 你真的太过分了 你不知道 田田感冒了吗 宋妍这么一说 我才仔细看了眼季田 她跟前两天比起来 确实要瘦了一圈 整个人也面色苍白 但我以为 那是因为她没告诉我 她住在宋妍家 被我识破了得尴尬 我冷冷地说道 一个感冒而已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没必要这么矫情 话音刚落 靠着宋妍等我季田 整个人僵住 她猛地抬起头 看向我 我知道 她听出来了 这句话 她曾经也对我说过 那一次 我烧到快四十度 医院里 大家都有对象 陪着打点滴 我突然矫情地 想让季田来看看我 忍不住打了电话给她 电话那边的她 冷漠地拒绝了 顾培 你要不要这么矫情 都是成年人了 就是价格感冒而已 至于吗 电话那头 传来了宋妍喊 季田吃饭的声音 我高烧四十度 她在陪着宋妍吃饭 那一刻 我整个人 犹如掉进了冰窟里 现在回想起来 我那时真的是好爱季田 第二天打完点滴 季田三言两语 就把我哄好了 季田大概也是想起了 这件事情 她声音颤抖 对不起 一旁的宋妍 看不下去了 田田 明明是她对不起你 你在这里道什么歉 我轻轻一笑 看吧 没了我 也照就有人心疼你 对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对自己的女朋友 不管不顾 宋妍抬头瞥了我一眼 我无话可说 转身进了家里 关上门 我认真思考了 我对季田的现在的感觉 是的 我百分百确信 我已经不爱她了 我们曾经相爱过吗 答案是确定的 我们爱过 只是相爱的时间太短暂了 犹如烟花 转瞬即逝 我和季田的相遇 是在大学校园里 她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想学习好 性格好 就连特长都是名列前茅的 生活中也是同学们追捧的对象 但这样的人却一直暗恋宋妍 宋妍也算得上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她从小家境贫寒 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一个 跟好多电视剧《桥段》一样 众星捧月的小公主季田 爱上了穷人家的小孩宋妍 宋妍觉得自己配不上季田 就拒绝了她 而我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大冤种 季田在被宋妍拒绝后 在天台放声大哭的时候 我出现了 默默陪着她 给她递纸巾 后来我们便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在她面前 就像一团可有可无的空气 但是时间久了 慢慢地祭田 似乎也爱上了我 我们也曾经有过短暂的相爱 度过了一段开心美好的时光 曾经 我们约会的足迹 遍布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每次期末考试 我们的名字总能并列在一起 同学们都笑称我们是金童玉女 刚毕业于时候 我们求职碰壁 但回家后 还是能躺在破旧的出租屋里 畅想未来 那时候 每一天都很开心 我们之间 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 是从季田的心 开始飘忽的时候吧 准确地说 是从宋妍重新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开始 宋妍毕业后 自己摸爬滚打 也算是闯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后来在工作中 无意间碰见了季田 得知季田已经跟我在一起后 她表现出一副很失落后悔的样子 随后又开始以男闺蜜的身份 频繁出现在季田和我的生活里 从那时候起 季田的思绪就时刻被她牵动着 甚至在吃饭的时候 都会忍不住走神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颂言开口 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季田从我身边抢走 我不想再卑微求和了 更不想在无止境的争吵和妥协中 度过下半生 我对季田的爱已经耗尽 早就到了说分手的时候了 做出分手的决定 是我这段时间深思熟虑熟悉的结果 既然确定不爱了 那就没有继续在一起的必要了 曾经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结婚生子 携手到老 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 我畅想过无数次 不过 及时止损也未尝不可 生活又不是只有爱情 跟季田的这段感情 我不后悔 我们的开始是美好的 我体验过被爱的感觉 在这段感情里 我深爱过 付出过 也收获过 我并没有觉得荒废了青春 这段经历让我更成熟 从容 我爱得起 也放得下 于是在公司项目完工这天 我主动打电话给季田 约他回家好好谈一谈 刚进家 我一见面就直奔主题 季田 以前是我自欺欺人 假装没看到我们之间的问题 其实我们之间的状态 早就不正常了 这段时间 我认真思考过 也做出了决定 我们 顾陪 我们结婚吧 季田突然打断我的话 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我一时愣住 他接着道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考虑 跟你求婚的事 钻戒是我跑了好几个地方 才买到的 是你喜欢的款式 你愿意结婚吗 这话要是放在之前 我真的是求之不得 因为我以前最大的梦想 就是跟季田结婚生子 可是现在 我听到他的求婚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还带着一丝抗拒 不愿意 我冷漠地吐出三个字 仿佛是他意料之中的回答 季田没有任何的惊讶 他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一脸疑惑地望着他 他带着哭腔继续问道 是从什么时候不爱我的 纪念日那天 还是喝交杯酒那天 原来他说的是这个 我摇摇头 不是的 我们之前很早就出问题了 一天天积累下来才会爆发 季田的声音带着哽咽 只是一个劲地向我道歉 对不起 顾培 是我错了 我不该做出那么多让你伤心的事 对你的真心视若无睹 还一直纵容颂言 跟他藕断丝连 纠缠不清 我不该次次爽约 不该小度鸡肠 误会你和同事之间的关系 对不起 对不起 他垂着头 无声的眼泪砸在地上 却砸不进我的心里 原来他一直都知道 他做的这些事会让我伤心 但他还是做了 因为他有恃无恐 笃定我不会离开 直到我主动提出分手 态度坚决到无法挽回的这一刻 季田才会后悔 我不理会他 他反而更加疯狂 扑过来死死抓住我的手 我知道你不喜欢颂言 我这就把联系方式删掉 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 我发誓 你相信我好吗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弥补你的 我轻轻摇头 我们之间的矛盾 并非这么简单 我不爱你了 更不想委屈自己 跟你在一起 你走吧 别再纠缠我了 季田痛苦地倒在地上 我不想再跟他有瓜葛 所以直接走进房处餐厅 选择回避 半个小时后 客厅内的哭声停止了 随之而来的是重重的关门声 季田离开了 临走之际 把车钥匙留在了餐桌上 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对不起 我把纸条钻成一团 扔进垃圾桶 连同那些旧人 就是一起打包 扔掉在我的人生里 彻底消失 跟季田分手后 我把由我们共同回忆的房子 退租了 在公司附近 重新租了个房子 没了感情的烦恼 我开始努力提升自己 我把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了工作上 之前的项目完成很好 最近表现也很好 我成功当上了组长 公司给我放了三天代价 我准备出去玩一玩 好好放松一下 昨天听物馆说 隔壁新搬进来一个邻居 为了能来这里住 不惜花三倍的租金 把原来的说服搬家 还帮他们支付了一大笔违约金 只为了搬进来住 听说是为爱好至千金 我还在内心吐槽 是谁这么豪横 刚出门就看见 季田笑盈盈地看着我 我万万没想到 那个传说中 豪至千金 人傻钱多的租客 竟然是季田 我压根不想搭理他 转身就朝电梯走去 季田拉住我 一脸委屈地说道 这就是你跟邻居相处的样子吗 我记得你以前对隔壁 邻居一家可好了 我一把甩开拉住我的手 淡默地留下一句 你真是疯了 季田不甘心地追上来 用身体挡住电梯门 我就是疯了 才会没有好好珍惜你 让你从我身边离开 我知道你不能接受我 我只想以朋友的身份 留在你身边 这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 顾培 除了搬到这里 我真的别无他法了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没有人活该为了别人牺牲一切 我爱的那个季田 是永远在成绩榜上名列前茅 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傲气到不可一世 认为从不轻言失败的他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为了爱情变得疯癫痴魔 季田麻烦你给自己留点脸面 如果不想我连夜搬走 让你永远找不到 就赶紧松手 季田愣了一下 飞快地退出电梯间 在门缓缓合上的那一刻 我看到了他脸颊上滑落的一滴眼泪 三天的假期 我过得无比充实 回来的时候 是林林送我回来的 当晚 季田就醉醺醺的出现在我的家门口 他好像喝多了 说话的语调有点不正常 顾培 我说过 守在你身边 我心甘情愿 就算追不回来你 我也不后悔这些努力 我想过 以后你可能会再恋爱 跟别的女人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 那我就大度点 笑着祝福你 可是现在 我有点害怕了 真有那么一天 我该怎么过下去 之前 看你让女同事坐你的车 我都不乐意 现在 看到他送你回家 你对他笑意盈盈的 我只能苦闷第一个人喝酒 我疯狂地嫉妒那几个在你身边的人 他们能看到你肆意的笑容 你那么优秀 那么漂亮 恢复单身了 肯定会有优质的女生去追你 我真的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吗 他就一直喃喃重复着 我错了 别丢下我 见他喝得烂醉如泥 我只能把他送回他的房间 安顿好后 我就回来了 那天过后 我很久没再见到季田 再次见到他时 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他告诉我 那天 我把他送回去以后 宋颜过来了 他把宋颜误以为是我 两人干柴烈火 发生了关系 然后就意外怀孕了 原本想要打掉的 但是宋颜对他特别好 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后来有一天 宋颜的妈妈突然过来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打了他一顿 说他不知检点 勾引他儿子 最后 宋颜妈妈狠狠地推了季田一下 季田被推倒在地 身下开始流血 等季田再次醒来 孩子已经没了 他的子宫被切除了 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了 今天是刚跟宋颜妈妈打完官司 听他说完后 我很是唏嘘 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 思考片刻 我正要开口 他却安然一笑 就这样吧 顾培 我要出国了 以后估计也不会再见了 祝你幸福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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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